这张以漫画形式画出的急诊室救治病人的情况 实际上是两个多礼拜前 发生在基隆宪兵队附近一名四十多岁男性倒地的真实案例 被紧急送到卫福部基隆医院急诊室时 其实已经呈现死亡状态 但是急诊及各科室医护人员通力急救下 这位病人幸运地捡回一命 之后转送到北隆医院继续治疗中 我们叫院前欧卡 到院前死亡的个案被送来我们急诊 那天很紧急我们启动叶克某 就是我们宁卫城林医师也来协助我们急诊帮忙 我当他照了照片 然后用AI其他帮我重新绘图 其实我们真的遇到这种很紧急的状况下 我们就会去做这样的处理 急诊是一个生死交关的区块 我觉得那天看这张图非常感动 因为他代表了一个医院内的整合 叶克某的请动啊 主动办理的处理这些都好 他是一个医院不是只有急诊科 不是我们一个科就可以承担这样的东西 他代表一个医院的整合度跟整合能力 他是个system的建立 那他目前状况是验荷膜已经移除了 那还在交互病房 那在肺部的呼吸还没有办法完成的制度呼吸 所以目前还靠呼吸器 还在处在交互病房 那整体状况是有情况很多 而病患突然倒地的原因是因为心肌梗塞 而如果是主动脉剥离 未必就这么幸运了 因为在急诊室中主动脉剥离 被列为VIP中的VIP 也就是最紧急的情况 临床上以基隆地区来说 因为主动脉剥离而被救回的比率 在百分之一以下 如果是以这个主动脉剥离 在您床上的统计来看的话 救治救回来的几率大概有多高 以基隆区主动脉剥离回来的 大概在1%以下 1% 对 那但是目前 我这样说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 如果是在急诊 但是如果能提早做检查 或是知道的话 其实它会有更高的 尤其是我刚刚我们提到的 叫做B型的主动脉剥离 那或是这种 我们叫做主动脉瘤 用这样的形容词 用这样的名词去形容这样的疾病 这种它的早点诊断 它当然预后会比较好 而临床上常见的主动脉剥离症状 包括胸痛或是背痛 疼痛可能像上背部 颈部或是下腹部蔓延 血压下降 肢体麻木或是无力等等 但是因为有一些症状 可能是由其他疾病或是因素引起 因此民众如果有类似的症状 一定要赶快到急诊室检查治疗 有一家医院它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同仁 在跟着院长在开院务会议的时候 然后讲话讲一讲 然后就没声音了 那院长给我一看就倒下去了 就这个疾病 当的是没有救回来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只要信任你的急诊医师 这种疾病是VIP的VIP 我们几乎是要放下手边所有的工作 先把这个病人处理好 因为我们很清楚 它是时间问题 这个时间点过了 你再也没有机会回头 郭忠泰主任指出 根据研究统计资料 主动卖剥离的高风险群 除了长者跟女性族群之外 肥胖也有密切关系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